歡迎回到新台灣星光大道 不講你不知道 我們繼續來看到 除了美牛 除了什麼情牛感 這些之外 現在連講說 很多特別是 可能年紀比較輕的朋友 很愛喝的 可樂都不行喝啊 兩天吧 三天 會不會是什麼 對啊 幾乎沒有在喝可樂 為什麼 甜啊 可樂充滿氣泡又甜甜的滋味 有人愛 有人怕 美國一份最新報告就質疑 添加在可樂當中的人工焦糖色 好 含有致癌物質應該禁用 雲南的傳統焦糖 是把糖煮到高溫焦化 增加風味提高食慾 但實在太費工 大多的業者 直接添加人工焦糖去取代 我們將可樂煮沸了之後 鍋底所呈現的這種焦狀物質 就是所謂的四家金米式 而這樣的人工代糖呢 就很有可能對動物 產生致癌風險 可樂緊急發出中英文版聲明稿 說人工代糖當中的4MEI 也就是四甲金米式 糖被添加在飲食當中 經過加熱烹調都會產生 但絕對不會對人體的健康 構成威脅 美國藥物食品管理局也表示 每天要喝一千罐的可樂 才會有致癌風險 有含磷酸的果糖的 一些含糖的飲料這樣子 可能會影響到它的生長發育 那當然再來就是說 可能一些老人家 可能也不太適合 專家建議衛生署飲料灌上 應該加強標示內容 不能只寫焦糖兩個字 但無論如何 口渴多喝水等天然的飲品 還是最健康 分析新聞周聰宇 也請台北採訪報導 雞不能吃啦 豬是不是要擔心啦 美牛不能吃啦 之前還有什麼素化劑的風暴啊 三聚清安奶粉也不行啊 我們是不是真的是 實在相當的不安心 現在說可樂也淪陷嗎 今天在現場的 我們現場的來賓 先看到剛剛就已經在的 沈富雄 沈大佬 另外還有主副聯盟 董事長陳曼麗 董事長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黃光琦 大家好 午安 還有剛剛也在的 師大化學系教授吳教授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以及醫藥記者張翠芬 大家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問題這麼多 那麼現在連飲料都有問題 那麼可樂的問題 到底在哪裡 我們可不可以先請問一下 吳教授 可樂的問題 現在這一次出的這個問題 叫4MEI 我們叫做4Methyl Imidato 這個東西實質上來講 我昨天還在講這個問題 我昨天在另外一個節目 在批評大家吃的飲食問題的時候 這東西是一個焦糖的色素 是一個色素 也會用在藥品上面 也會用在比如說一些食品添加的 這個色素的部分 用很多 有時候有一些食品發酵 或者你在烹煮的過程當中 出現我們在英文上所講的 Browning 就是你產生一些黃色、棕色的情況 這個4Methyl Imidato就會產生 這個東西基本上它是一個 毒理上的研究上面 它是一個具有相當強的 這個致癌的作用 幾種動物做出來都是這個樣子 比如說像是老鼠的 像是兔子等等 都發現它是有致癌的 這是什麼癌呢 會致所謂的Lukemia 血液的癌症 還會致所謂我們的肺部氣管的腺癌 但是這個在歐洲現在管制的量 是不希望每一公斤超過250個毫克 每一罐的這個可樂 你一算大概10個微克 嚴格你說是以極毒性來算的話 可能要喝大概是2000 很多瓶可樂 才會造成這樣問題 但是現在大家擔心的不是這個 Acute toxicity 大家擔心的會是Chronic 慢性的這個毒性 在我們做毒理鞋的時候 最困難的就是說 一個東西長期暴露 然後很低的劑量 很久了之後會產生什麼樣的症狀 這是我們最難預測的 因為Dose跟Response的這個Curve 這個線很難預測到低重 Dose就是你的劑量跟你會產生的效應 這中間的這個很難去做解釋 所以很多人也許吃 比如說是焦糖的飲料 或者是咖啡等等之類的 或者是可樂 你很長期的在這樣喝的時候 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症狀 會不會增加你血液的這個血癌的病變 會增加你腺癌的這個問題 這個實質上來講 在動物實驗是認為它是會的 而且有充分的學術症狀 但到人這個部分來 就會引起大家擔心 但是我們實際上來講 現在我剛剛有講過 也不允許說我們拿人來做實驗 除非你真的有大型的流行病學去調查 或者是有哪些少數的人 因為不小心吃到這個 這個Full Methyl Imidato這個東西 而產生中毒的現象 有這樣的數據 那才能夠說 從我們人類的這個證據來看 所以現階段碰到的是一個這樣的麻煩的這個事情 但是喝可樂 或者是大家吃東西的時候 喜歡加一些焦糖的 或者吃比較多的色素的 或者大家在煮東西的時候 比如說你要煎 煮 烤 炸 都會有一些Browning的現象 這些人可能就是要 現階段就要比較擔心一點 那我想請教的陳道 剛才的吳教授有講說 那其實是不是照 你剛剛還有拿這個杯水做舉例 你要是一天喝了多少杯 你照樣會中毒的 是不是很多 只要是有添加物的東西 裡面都有毒的危險 那當然是這樣 所以我們這一節討論的問題更廣泛 更影響每一個人 比我們上一節討論的瘦肉精 或是侵入感更嚴重 因為這個是大家每天都要面對的 但問題是你到底 你能夠到底要計較到什麼程度 我有一個朋友 他真的是非常盡盡計較 他連買菜都自己買 他是律師 但是他自己買菜 因為他要去檢驗要新鮮的 要怎麼樣的 他有自己的標準 你看林杰良醫師他吃的飯 就一個水果 一個青菜 還有一個水煮的什麼東西 然後一碗白飯 我覺得很少人能夠做到這個程度 所以每個人有每一個人不一樣的標準 所以今天如果可口可落 我也不鼓勵大家喝 我個人也很少喝 那我少喝不是因為那個焦糖的關係 因為焦糖剛剛FDA有講過 要喝一千瓶以上 才能夠考慮到他的致癌的毒性 不應該多喝這些糖類含糖過高的 可口可落也好 PEPS也好 是因為糖分太高了 熱量太高了 比如說我一天早上跑了4000公尺 我才耗了200卡 我200卡 我回來喝了一杯拉鐵 就抵銷掉了 那都不值得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Lactopamine會讓你心跳心悸 對不對 所以有心臟變得比較危險 但是我告訴大家 你喝一杯咖啡所產生的心劑的可能性 遠比你吃牛肉 所含的那個10個PPV的Lactopamine 讓你心劑的可能性 不曉得高幾百倍 但是今天我們走到今天 其實說FDA也已經沒有辦法了 如果這要照剛剛大家所講的 那種很嚴格的標準的話 香菸是要禁止上櫃的 酒是不應該喝的 甚至連Aspirin 我跟你講Aspirin所產生的副作用 如果Aspirin是今天 才被人類發現的話 我認為他通不過食物藥品檢驗局 他通不過FDA 但是已經大家行之有能 覺得他的效果真的很可貴 所以流血 那一些副作用 比較血不容易凝固 大家也都可以忍受了 所以我不同意剛剛你的那個開場牌 就是說雞肉 牛肉 可樂 什麼都不可以吃 是不是要黃黃不可 中日什麼都不可以吃 少安勿躁 躁吃 等到這一波的討論過了以後 大家就讓他沉澱 大家就有一個結論了 我最不喜歡 用這種賺到一個非常難聽一點 就是牛角尖 的一種非常細微的地方 來影響每天大家庶民大眾的日常生活 不過我們真的是一天到晚 都在聽到一些新的這個不行 新的那個不行 今天講的這個可樂 其實真的你說如果吃個炸雞 配個可樂真的是蠻過癮 對不對 非常多人 但是我今天又聽到人家講說 什麼可樂可以拿去 什麼通馬桶的水管 那我想說那是怎樣刷刷樂嗎 通馬桶的水管的東西 笑到我的肚子 我就是感覺有那樣一點怪 崔芬 真的 其實我已經很久都沒有喝可樂 就像吳教授一樣 我都不碰這種東西 然後那個可樂在以前的配方 有一個說法叫做現代的化骨水 有沒有聽過 因為你想想看有一些媽媽和婆婆 他們在吃那個我們的肥腸對不對 還有豬肚 因為它很難處理 他們就用可樂去洗 他們就說只要經過可樂洗過之後 哇 會變得好清好乾淨 那個黏液啊什麼的 那個都變得清潔溜溜 比任何的東西都好 所以你想想看 他可以把那個整個黏液都把它刮除 你想想看你每天如果天天一杯的話 你整一次慢慢在刮你的胃啊 刮你的腸對不對 然後之前有一個人他做過 他做過一個實驗 他就是可能是把拿很早以前的可樂配方 他把一隻蟑螂的屍體丟到可樂裡面 然後經過三天之後他發現 怎麼屍骨無存 他是這樣子說 所以他說 哇塞那個當時的可樂怎麼這麼可怕 就會把整個蟑螂都化掉了 所以他如果我們這樣喝下去 不是我們的整個五臟六腑也都會化掉嗎 那可是現在的那個可樂 應該是有調整過配方 不可能 可是他確實有很多有害的 就是不是那麼健康的成分在 可是現在你想想看 現在的小朋友 每天去吃 通常就是拿了一大杯的可樂就出來了 然後這樣 不是看電影 一個popcorn一個可樂好大一杯這樣 對啊 急性就是說平常你不覺得 可是你慢慢累積起來 這個喝起來就是對身體的一種負擔 一種傷害 不過剛剛翠芬在講到說 這個可樂下去是不是可以把 什麼腸胃的黏膜洗掉的時候 神到了這樣 蛤一格這樣 這是 我跟你保證不會 不會 因為我們人體活體裡面的機制 跟那個放一個蟑螂下去 這完全不一樣的 那蟑螂為什麼會被它溶解掉 尤其是它PHC的關係 我想好像可樂是比較偏檢性吧 好像檢性特別高的關係 我覺得你是喝下去 檢性特別高對我們的內臟沒有傷害嗎 不是 我們的胃的酸度是PH值只有1 我們胃裡頭是高酸值 所以你喝一點偏檢的下去 它馬上中和掉了 所以可樂的檢性 沒有我們胃裡面的酸性那麼強 這個不用擔心是這樣 這個要問吳教授 我是應該那麼精通 吳教授是這樣嗎 一個是1 另外一個還可以把它蓋過氣這樣 PH差1的時候大概酸菌度差10倍 我們的胃酸大概是PH2到3之間 是相當的這個酸 嚴格來說可樂還算是酸性的物質 酸性的物質 不是鹼性喔 不是酸性的 酸性的物質 比較擔心的就是 越老的人我越不建議他去喝可樂 因為這個東西 如果會讓你身體產生不好的時候 即便是說長期來講 假如說確實有大概我們說的4-methylimidyl這個東西 會產生癌症 我們的身體有機制 是說萬一有產生癌變的這個細胞出現的時候 你升級的這個免疫系統要把它殺掉 把它殺掉大概就OK了 但是癌細胞有一個特性就是說 它善變 它很持久 它不容易殺 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很多癌症的病理 甚至要什麼基尾酒療法什麼來弄它 還是要化療 還要放射性等等之類 很不容易殺它 但如果自己身體免疫系統 能夠殺掉它的時候 當然就OK了 沒事了 但是等到我們年紀越老了 身體越衰弱的時候 我們越沒有這樣的能力 越沒有這樣的能力的時候 自然麻煩的問題就可能會產生 可是你說年紀大的人就不要喝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小時候的人就是很喜歡喝 年紀越大我就很自然的 就是沒那麼愛喝了 我小時候也是天天要灌可樂的 我現在就是不會 好像各位不會嗎 年紀越大你就不會那麼想 因為我們年紀大了以後 這個味蕾會退化 所以其實我們對很多味覺 感覺是比較鈍的 但是我們傾向對甜的東西 你越老 女人我不知道 男人是越老 對甜的東西越不喜歡 但是吃得更鹹 他吃得更鹹 其實他是不知不覺當中 因為他的味蕾退化以後 他覺得沒那麼鹹 但是你說你要吃鹹 他覺得沒鹹 是因為他的味覺的感覺 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很喜歡到我們家來吃飯 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講給你 他說呢 我問他說是我媽媽 煮的飯特別好吃嗎 因為我沒有感覺 我媽媽煮的飯特別好吃 但是他就很愛來 然後我就問他講說 那要不我去你家吃吃看 是伯母煮的沒有那麼好嗎 他就講說其實是因為他媽媽 年紀大了 味覺不一樣 所以灑的那個鹽 什麼那個成分 程度都不一樣 他說在我們家吃都沒有味道 到你們家來吃的時候 就覺得都好好吃 因為終於有鹹味了 所以可能就是 你剛剛講的這個理論 是不是 年紀大了真的藏不出來 其實你看在外面吃便餐 所有的零食攤 其實也都放得比較鹹 因為一般我們的味覺 是覺得傾向鹹的 大家比較容易接受 所以你連假的東西也覺得好吃 但是我們一個人對 到底要多鹹 才能夠覺得舒服 其實從小長大 就是被媽媽叫好的 如果你媽媽一向一輩子 都是比較淡的 你長大 結婚 不管嫁到哪裡 都是傾向淡的 但是如果你從小 就被媽媽養成說非鹹不可的話 你大概一輩子都喜歡鹹的東西 所以可能年紀比較長一點的 男性朋友他吃的比較重 但是他對甜度的接受度 就沒有那麼高了 對不對 不過以前講到說可樂的時候 我們會講說 小孩子不要一直喝 因為會蛀牙什麼 因為他實在太甜了 或者說年紀再大一點 擔心什麼骨質疏鬆症那一類的 是不是 翠芬 對啊 因為那個其實 我問過一些減肥的醫師 就是他們說 因為可樂裡面 含有一種零的成分 它會跟那個 跟我們身體的那種鈣的吸收 會產生競爭 就是如果你 可是通常這種都是有一個量 像那個是會致癌的 什麼要喝一千罐 如果你要到骨質疏鬆 也是要天天喝 每天喝好幾十罐的這種量 然後尤其是 現在有很多是 強調是 有一些陷阱 就是說它什麼是零卡的 或是什麼低卡的 那種飲料 然後就會讓人家不自覺 就說反正因為它 那個熱量很低 就多喝一點 可是它雖然熱量減少 可是它裡面含的那個成分 還是在 它還是會造成 你身體的那個骨質的吸收 所以那個通常會建議說 如果你要 當然就要適量 最好不喝 那如果你要喝的話 你都一定要控制它的量 然後一定還要那個 配合加強運動 免得說你這個 再喝一喝 沒有那個骨質都流光了 剛剛講到 講到這個可樂裡面的成分 其實光琴我想請教一下 可口可樂 白色可樂我不確定 但是可口可樂 是一個非常神秘的可樂 因為它裡面有一些成分 我們到現在都不知道 對 我們提到可口可樂 因為很多人喝 那最初淺的一個統計 就是1.5億的人口在喝 那我們對可口可樂的印象 就是它非常神秘 但是我們看到它那個 外包裝上面標示 它是標的碳酸 磷酸 糖漿 焦糖 香料 跟咖啡衣 你碰到焦糖 就是這次碰到的問題 有人就說你不應該標示焦糖 而應該標示焦糖色素 就是我們今天探討一個主題 那大概1年前左右 我曾經討論過這個話題 是因為印度法院 它要求可口可樂 你公佈你的配方 它配方非常神秘 我等一下會講這個故事 為什麼 因為印度人喝可樂 他非常的擔心 他說是裡面是不是有 殺蟲劑的成分 這個東西是非常的壓力 你像是泊水管 人家說是殺蟲劑 要不然怎麼這麼刺激 或說你怎麼這麼神秘 結果後來我們台灣也有人 專門研究這個所謂的可樂 這個秘方 那當然就是秘方 到現在沒有破解 剛剛崔妹講 搞不好中間 經過一次轉變 或是配方有改變 那曾經他們改變 要不是新的一個配方 結果他們的那個 800條線路 電話線都被灌爆了 大家喜歡經典的 那個可口可樂 好 那它神秘到什麼地步 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只有三個總監 它能夠有鑰匙 去開那個保險箱 而那保險箱就是放置 那個配方的那個保險箱 而他們這三個人 不能同時搭飛機 就像我們政府總統 最好不要同車 同機 那尤其他們在配料的時候 這個地步 對 因為這個是他們獨步全球的一個 這個武器啊 你給別人知道那還得了 所以他們在配料的時候 工人也分成兩組 你只能取的部分 我只能取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是它的一個懸疑性 可是大家或許不知道 可口可樂最早不是在 我們一般的商店販賣 它是在藥房販賣 因為最原始的發明的那個人 他是為了要治他的頭痛 那所以最早在藥房販賣 後來有業者他很聰明 他就取得了這樣一個配方 取得了這樣一個秘方 後來獨步全球在販賣 看到我們看到現在這個結果 那最早走相應化路線的時候 他也不是在一罐一罐的賣 他是在那個酒吧 就是我所謂那個酒吧 那種類似那種場合 他是一杯一杯的賣 那就是講到剛剛講說裡面的糖漿 是不是從原始就放太多 他當時候一杯的糖漿 佔三分之一過甜 所以這是整個可口可樂的一個 整個歷史 它一百二十幾年的一個歷史 那中間有個轉折 就有一個年輕人 他說服了他們的最高層說 我來改變一個 這個所謂的裡面的成分 就是說我們會調製一個 比較溫和 比較可口比較順口 因為他們破於 因為差點被百事可樂趕過來 或許在某個區段年 他們分析說市場佔有率 百事可樂是超越他們的 所以他們才改變 一改大家不接受 所以這是整個可口可樂 我們因為這個話題所引發 非常神秘的一家公司 不過我是有嚇一跳說 原來他本來是在藥房賣 神大佬有可能嗎 可口可樂裡面有成分可以致頭痛 可以致頭痛 剛剛不是講說以前是放在藥房賣 這個歷史已經是確定的 這是整個他們的 我認為一般感冒藥裡頭有咖啡因 那他這裡頭大概同類的東西 大概就是咖啡因 那以後會都會討厭吃感冒藥 我認為治療頭痛不是特殊有效的東西 我不認為 好我們待會再回來繼續討論 謝謝 謝謝